世界客属第26次公祭客家母亲河廷江大典 10月17日在有着世界客家首府美誉的福建省长厅县举办 来自海内外客属乡亲代表齐聚廷江河畔的客家母亲园广场 寻耕业主感恩祈福 上午9时30分公祭大典开始 海内外客属乡亲点燃公祭圣火 献花篮上香送祭文行居公礼 面对高大宏伟的客家母亲雕像 共同缅怀先祖的恩德公祭 世界客属公祭客家母亲河活动于1995年发起 一年一次至今已成功连续举办了25次 共吸引了海内外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余望人次 来常听寻耕业主 逐渐成为加强世界客家乡亲联络的重要载体和文化名片 客家人的行跟祭祖感觉非常不错 很壮观 很有传统的祭祖文化 我们虽然说生在海外 但是心系在祖国 尤其是客家勤劳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祭祖的人群中 记者见到了不少年轻的生意 其中不乏第一次参与到活动中的客属乡亲 在他们看来 客家祖地是海内外客家人永远守望的精神家园 年轻一代要常回祖地寻耕业主 感受祖地文化 弘扬客家优秀传统 我觉得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因为客家人参加客家人的活动 本身就是一个必然也是一定要参加的事情 这次算是第一次的 两岸一个社会的融合 这个也让我们跟一个邻居这样子 有一种可能叫 那个回到那个母亲的怀抱的这种感觉这样子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也让许多海外客属乡亲无法来到祭祀大典现场 为此 主帮方制作的线上祈福祭祀平台 同时采用视频直播的方式 让世界各地的客家乡亲 通过网络手机参与到活动中 寻耕业主攻击客家母亲和 记者了解到 汀州是享誉海内外的客家首府 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和发祥地之一 从近代起 客家先民从中原 毕露蓝旅迁徙来到汀州 在汀江两岸防衍生息 发扬壮大 不遇了一代代客家儿女的汀江 被誉为客家母亲和 明清以后 许多优秀的客家先辈 识别客家母亲和 到海内外各地寻求发展创业 取得了辉煌的业绩